难怪段宇风流多情 却不敢对阿比出手 你看段宇鼻子嗅到了什么 段宇驱逐 萧峰虽然同为主角 但也有主司之分 毫无疑问 金庸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在段宇身上 他当属主角中的主角 段宇身为大理国的世子 却因为不愿学武离家出走 踏上江湖的他遭遇了一系列波鬼云爵之事 段宇自幼有一个赤耳的称号 在研究琴奇书画之时 总能全身心地投入 到了废琴旺时浑然忘我的可怕境界 不曾想到的是段宇对美女也相当痴迷 在无量山的时候 段宇邂逅了嗑瓜子的钟灵 二人一见如故 很快就打成了一片 要不是二人遭遇了变故 硬生生分离 段宇和钟灵早就发展成情侣 甚至拜堂成亲了 而钟灵对段宇也是颇有好感 原文学道 为了寻找闪电雕的解药 临走之时的段宇情不自禁地又向钟灵瞧去 钟灵格的一声 笑了出来 初读天龙八部的朋友 肯定会误以为钟灵会成为段宇的唯一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 段宇随后又和另一位美女慕婉青相遇 相比于钟灵的可爱秀气 慕婉青的冷艳别有一般风情 和慕婉青一来二往之后 段宇和他很快就确定了恋人关系 恐怕连段宇自己也没有料到 自己前脚还在对钟灵 慕婉青魂牵梦莹 这里又被曼陀山庄的王语言 迷得神魂颠倒 为了能够多看王语言一眼 段宇像甩不开的狗皮膏药一般 出现了不少秀丽绝伦的美女 除了虚竹的孟姑 情迷消风的阿珠阿子 其余妙龄女子几乎都和段宇暧昧不清 可别以为笔者夸大气词 要知道在新修版天龙发布的末尾 孟姑不仅将婢女小蕾送给了段宇 就连灵鹫宫的梅兰竹菊 也一并打抱给了段宇 有意思的是 唯独烟漬屋的阿比逃过了段宇的魔爪 看到这里不仅想问 到底是阿比对段宇没有感觉 还是段宇对阿比毫无兴趣 笔者认为 只要段宇出手 阿比绝对会跟着段宇同回大理 毕竟慕容赋已封 阿比只是一个辱女子 如何能照顾的周全 既然如此 段宇为何没有对阿比出手 阿比的容貌如何 原文学道 阿比约莫十六七岁年纪 满脸都是温柔 满身尽是秀气 段宇一见之下 行道 想不到江南女子 一美至私 阿比的容貌比之慕婉轻 颇有不如 但八分容貌 加上十二分的温柔 便不逊于十分人才的美女 尤其是阿比的歌喉 乃当时一角 当阿比一边划船 一边哼唱的时候 歌声娇柔无邪 欢乐动心 段宇一听此曲 不由地荡气回肠 心魂俱随 段宇自小就喜欢琴棋书画 对于阿比的才艺 他自然是十分欣赏的 段宇到了后来 即将登记为帝 只要段宇伸出援手 阿比必定会跟着段宇一起离开 那么 无法聆听到阿比唱的仙音了 其实 段宇之所以不敢贸然出手 和他灵敏的鼻子大有关联 在胭子物的时候 阿珠扮成老婆人 骗过了揪摩执等人 却瞒不过段宇那灵敏的鼻子 原来那老婆人一走到大厅 段宇就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味 段宇心里很清楚 这香味绝非胭脂水粉 而是女儿家身上特有的一种味道 金庸学道 段宇初以为这香气发死阿比 也不以为意 可是那老婆一走出厅堂 这股香气就此消失 后来段宇才领会道 自己所谓大觉别扭 原来是为了在一个八九十岁老公公身上 闻到了十七八岁小姑娘的体香 后来段宇又用到这灵敏的鼻子 在慕婉清的身上闻到了香似的味道 金庸也毫不避讳 直接点名了这气味乃处女油香 也就是说 段宇闻到了阿珠慕婉婉清的体香 但他和阿比也近距离接触过 却自始至终都没有闻到类似的香味 看到这里 我们就能发现金庸的言外之意了 阿比身为燕子物的婢女 他或许早就委身于慕容妇了 段宇虽然痴迷美女 但他通过灵敏的嗅觉 发现了阿比身上的秘密 对段宇而言 阿比的确是一位难得一见的才女 但一想到阿比并非黄花大闺女 自己又是即将称帝的君王 段宇虽痴 但哪肯做一个接盘侠